大家好 今天用豆腐做的美食 先切点葱花 生姜切成末 蒜子切成末 小米辣切碎 猪肉切薄片 香菇切成片 豆腐切成块 调和料汁 网中加入番茄酱 少许的盐 胡椒粉 生抽 老抽 加入适量的米酒 一勺清水 搅拌均匀 锅中加油 油热后下入豆腐煎一下 将豆腐煎至表皮金黄 锅中煎至表皮金黄 煎好捞出 锅中加适量的油 下入肉片煸炒 将肉片炒香炒出油 然后下入姜蒜小米辣炒香 炒香后下入香菇 将香菇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煎好的豆腐 倒入调好的汤汁 加少许的水 加少许的水 盖上盖子 转小火 煲熟五分钟 抓好 实在是太香了 撒上葱花 一道好吃又入味的香菇豆腐煲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